2024立委選戰一連串的領表登記吹響號角 相較於民進黨在誠信條款下的和諧 國民黨內的戰況非常的激烈 就連選民結構偏藍的選區都充滿變數 像是新店區現任議員劉哲章挑戰了七連霸的立委羅明才 中和區民進黨現任立委江永章自認 對家庭選民有責任放棄連任 而國民黨前立委張慶忠的兒子張志倫 也磨刀霍霍要重新奪下昔日父親的仕途 吳玉錦林表登記新北市立委選戰新店 深藍票倉現任議員劉哲章挑戰現任立委羅明才 我相信以他的資歷絕對可以爭取到不分區的名單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說 讓黨中央重視青年接棒的問題 在國民黨因為是在野黨 最重要的就是要團結 最不缺的就是黨內互打 所以每個人其實都有他的重要性 一個是在地議員還是立委張啟成七舊 一個是資深七連霸立委自家人黨內互打 哲章議員跟民財立委其實在新店 跟我一起並肩作戰很多年 兩個人做的做事都非常認真跟務實 我都願意跟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找到更棒的人才大家一起努力 話還是說的保留 但日前成功勸退新北議員陳偉杰挑戰現任立委 侯孟凱這協調工作已經被視為侯友宜放眼大位的 另類起手勢 選民結構偏藍的中和過去兩屆被民進黨立委張永昌搶下 這回張永昌卻到最後一刻都沒登記放棄連任 讓國民黨磨刀禍禮服部條幾個禮拜前就高高掛上 前立委張慶忠和現任新北市議員陳錦丁的兒子張志倫 要重新奪下昔日父親的尸土 希望中和區的選民可以看到我的專業 跟我年輕的活力 這四年內我就在基層打拼 那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那我們中和四席議員都當選 然後侯市長的在中和的票數很高 那贏民進黨的對手也贏很多 所以大家現在是一團和氣的狀態 但儘管目前民進黨中和沒人選 張永昌過去也曾經接受黨內徵召 出現的可能性還是存在 立委戰況激烈 國民黨新北優勢區同樣充滿變數 藝衣進 葉向元 姚家頂採訪報導